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眸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感谢您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 为我们三个频道 眸向正向 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 我们就讲一讲 这个 美国的一位 美军的高官 那就是 美军的这个 南方司令部总司令 那位女子 那她呢 就是叫 Laura Richardson 李察信女士 那她呢 就警告一件事 就说中国 现在已经深入了我们 美国后院的拉丁美咒 的红区 红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来自美式足球的 那她就说 就快 他们位于我们家园的二十码线上 就是这么说 她依然忘记一件事 你还是觉得拉丁美洲 是你的地方 如果这样的话 很难的 我们也说一下 之前我们说过玻利维亚 现在就是 跟中国关系很好 而且也加入了去美原化 她那天 在玻利维亚 198周年 的纪念活动上 这是什么纪念活动 是独立 就说 为什么 要加入金砖国家 两个字 尊严 嗯 她也说世界现在不可逆转 走向多极化 你有没有给予尊严 转称 进入了我们什么地方 这里 拉丁美洲 其实每个国家都是主权国家 没错 你们有说到什么中国甚入 我又想问问你一句 为什么你会失去这个领地 为什么他们会选择中国 你可以说 挥逼你有 为什么有机会 因为我们 几十年没去 你自己也承认 为你们分管拉丁美洲 事务的 这些 助理国务卿也承认是 我们失去了这个阵地 因为 其实同样情况 在台湾地区发生 因为他们也失去了 之前中南美洲的邦家国 所谓邦家国的引号 他们有些 陆营人士都说 我们亲美 用得太多资源 因为你始终 赌源有限 那你的资源用得太多 在美国 捧西方盟友 开场边会议 其他 国家 看在眼泪 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就想问你海地怎么办 海地如果是美国 我骂你 你帮一下他 结果他可能是小英说你帮一下我 你帮一下我 海地 如果真的有援助的话 他们的 负责人或者对接单位 是不是你的 可能那个女孩之后就不是了 所以 海地这些地方是麻烦的 但是你选择了 跟他 有帮的人 那你真是没办法 是不是 那你 你可以怎么做 你不是 求美国 帮下手 现在 美国亦都希望可以 跟联合国谈好他 是 有没有办法 可以搞定他 其实 海地这个地方 你一是 就真的出尽力 帮他搞好经济 之后 当地那些 叫做 犯罪团伙 当然他就害怕的 为什么美国人害怕呢 因为如果 有驻兵 有什么人员损失 他的压力大 你知道 阿富汗 伊拉克 事件 都招头烂顽 他也是害怕的 你想想 委内瑞拉他也不敢动 当然我觉得 委内瑞拉实力 比海地 难听说 难名一条 但是你不搞海地 移民就不断涌入 自己想 这个也是挺困难的 海地这个问题 而且他和你那么近 又是那句 你近的话 你就糟糕了 他就说 不行 你过不了日子 但是海地人 最后走到加拿大 比较多 因为他 他说法文 当然 海地人说的 是不是完全法文 不是他融入了 当地的语言 其实很多 拉丁美洲国家 都是这样的 说回这位 美国 美军的南方司令部 总司令 Nora Richardson 李刹讯女士 就说 这么多年来 中国积极和拉丁美洲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并且 弄这么多基建 他就很害怕 他死星上将 也算是高 高阶的 就说有关基建 又是说这些东西 又是说这些东西 有关基建很容易转化为中国当地的军事基地 他们会从事军事活动 中国军队在美国的家门口建立 潜在的掠脚点 就好像美式足球那样 20马线的 红区 已经接近撻震 有没有 接近撻震 我相信 他就不会进入你的国家 中国解放军 他想表达 已经很危急了 很危急了 但是 第一件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 因为 你是 无理别人 第二件事 家门口 你仍然觉得 这些地方 是理所当然 是你的家 其实就是后院国家 罗门主义的意思就是后院国家 你已经说到家门口 说到很危急了 当然 很多中国的经济倡议 他就说很容易 转化为支援中国的军事存在 很容易 但是有没有呢 是没有的 又是这样说了 其实你这样说 为什么 你的后院国家 忍好了 为什么这么生气呢 你整天都觉得人家傻的 你觉得人家傻的 你觉得人家没有研究过的 那当然 你就觉得 哎呀 这些国家为了钱 什么都肯 那你的援助在哪里呀 喂 你又不肯给 但是你又不给人家 叫人家 亦不给人家和人家合作 哦 这样啊 总之就是不给了 以前你就有点牙力的 现在彩你都生芒果 你不要忘记 你那些后院国家 掌握 现在真是世界轮流转了 掌握了全世界最重要的 几样资源的 你想能源转型的都不得不求他们呀 那么他这个华盛顿之父 所以我们说这个 战略国际 研究中心很重要 其实很多美军的高官去 研讨的 那么他就说现在 好像 踢着美式足球那样 那么就说 中国 在和 美国竞争当中已经非常接近达震了 很快得分了 老实说如果 我觉得是不单只达震了 如果按照你们的逻辑他已经得了分了 因为很多东西他已经是 和中国靠得近一点 尤其是 这个李三角 刚才我们说的 玻利维亚就是 是不是 那么李刹信也都说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们 他们已经处于我们家园的第一或者第二倒链了 又说这些了 你以为他都像台湾那样按钩吗 是不是 那么他也都说 虽然 这个北京 他是说我 是没有证据真正建立 军事基地 是吗 没有证据的 他说明的 但是外界对于这个的关注不断增加 关注是你们 别人关注的就不是这些 特别是6月份报导过 中国19年就将古巴的情报收集基地升级了 而且呢 还考虑紧进一步抗建 考虑了 考虑了 看清楚 基地呢 究竟有没有呢 不像上次布林肯那样 中国考虑 或者有想过 换助俄罗斯 考虑了 有想过 暗示 潜在什么 隐性 隐性补贴 这些是证据来的 这些 不如学习戴契吧 我只眼就是证据 你也看不到 你想而已 我都说过 古巴导弹危机你也拍到照 但是你现在这个 情报基地 照片在哪里 我听到《纽约时报》一张照片 就好像是 古巴有个地方很近迈阿美 很近 法罗列達州 应该很近法罗列達州 原来那个是 好像是荒废甘蔗田 你只是拍了《甘蔗田》旁边的那些 还有 一个好像 梁婷仔 这些 就叫做什么 很留下 你以为什么 你以为什么 你以为什么白白兽王突然之间 几天狮子弄了出来 这么大的基建 当然是看得出的 是卫星图的 当然它可以说是很小的基地 但是 你都说当时六几年你都拍到照 现在你又拍不到照 这位 李刹逊女士说 现在还没有 他真是说明的 现在是真是没有中国的基地 但是 我们看到一带一路的关键基础设施投资 这个好笑 有资一日 可能变成军事基地 有资一日 全部都可以 全世界各地都有 因为 所有地方都可以有资一日 是的 那些民用机场有资一日 你升级都可以变成军用机场 全部都可以 是吗 李刹逊 除了在 台湾的按钩媒体这样报之外 其实真的觉得 你相信的都搞笑 不是说笑 李刹逊也对中南美洲国家 广泛感使用中国电讯 基建设施只指华为 表示关注 那你就帮他搞 你肯不肯呀 你肯不肯便宜点 肯不肯价格降低点 性价比高高点 行不行 你不肯 他就说我们肯 我们有布林肯 是吗 他 他就说 目前已经有多个 南美洲国家 是请 中国帮助建设五珠高速 移动电话网络 而且还有24个国家 就依赖中国的4珠或者3珠 移动网络 其中很多国家 能够以 一个低成本的价格 升级网络 听到没有呀 低成本呀 而且你这么近 你有优势的 为什么你不做呢 他说几乎是零成本 零成本就不是便宜 便宜肯定便宜很多 一向中国的性价比也很高 这样将来他们 就会更加 依赖中国的 搞到我们也很危险 你们害怕被人依赖 就是你做 你做 你有没有做 几十年来 有没有呀 你这么害怕 又说什么 后院 你后院 弄得这么乱吗 我后院也要产草 是吗 傻呀 真是 后院你自己的书 生靚点 你自己的草 不要生出来 生得干干净净 瘫 李策讯也说 一些一带一路国家 因为相关项目失败而感到后悔 哪个国家 你说出来 到目前为止 他承认 美国是拿不出更好的条件 和中国竞争 收埋了 你之前说了一大段 自己没有更好的条件 走开了 哈哈哈 那么就面临 别人有L用吗 他就面临 被中国超越的风险 在拉丁美洲真是有机会的 小弟阿妈现在都在搞 这些 挖挖机器的进出口 做一下翻译 是有的 现在有很多中国货 大型的挖挖机器 抗那些是这样的 当然我也预劝他不要去那么远 经常这么辛苦搭48个小时的飞机 唉 不过没办法 他起外也没办法 也说 我们必须找到 替代方案 替代企业 替代项目 还有 还有什么替代 最后你被替代 令到 我们 拉丁美洲国家 有得选 他现在就有得选 他现在就有得选 选了中国 他现在就有得选 如果我们不在那里竞争 他们就将会选择中国的了 这个中国大使馆 发言 刘宇鹏 回复媒体 时候就说 美方的这些担心 是谎言 谣言 和诽谤 直至目前为止 共建一带一路 已经吸引全球 超过四分之三国家参与 亦都制造了42万个工作崗位 并且帮助这些国家 经济发展 他也强调一带一路 在世界 但是港受欢迎 最重要的是因为 这是一项 共商共建共享的窗议 中方 不将自己的想法 强加给别人 更不会 夹大地缘政治的私人货 李三国 这个玻璃为娅 这个是巴斃了 玻璃为娅的 这个是煮的 来自利剧容量 全球第一 他们 令到美国都担心 他始终掌握有多的理资源 玻利維亞總統 金磚國家存在 令到 其他發展中國家 無損尊嚴地進入國際市場 他也回顧了玻利維亞 多年的獨立 艱苦戰爭 玻利維亞 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國家 他有點像秘魯 但 又不是很像秘魯 因為他是很多印加人 混血兒 當然玻利維亞 也是港國已經值得去的 亦是巴西的 鄰國和秘魯 智利 阿根廷 巴拉圭 五個國家接壤 他們以前 去他們那些地方 踢球很危險 因為他的首都 3600米 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首都 如果你看 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區 有時都會請 波利維亞去踢 都會去南美洲國家 但是 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國家 有時都會請波利維亞踢一踢 那些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國家 一去到波利維亞就不太適應 即使巴西也不太適應 踢到爽氣 波利維亞踢到爽氣 在自由杯的時候 巴西的球隊 因為他高原力很辛苦 有些人可能會突然失敗 你不習慣 你不習慣 波利維亞總統 當然我記得我 很小時候去那一次 之後 暈了 有什麼感覺 暈了 一跑一跑 我媽媽說 撲一聲就跌到地上 暈了 因為 缺越響 這些地方 會不會有興趣再去多一次 有天鏡之王 我打算去多一次 有機會 我忘記我去過 我媽媽 展示了一些照片 很久的照片就說 我是去過的 當然這個 波利維亞 現在亦表態 去美元化 亦是用人民幣 當然 你怎麼會這樣 波利維亞 懂事嗎 就是你們這種態度 我看到 包括很多 黃人綠人都說 那些東西就不懂 你很容易被中國分 你只是當別人傻 別人沒有想過 其實你越是這麼說 你就越拉不回來 因為這些國家 逼迫得太久了 現在可以掌握到自己的命運 但是 你們經常說 你這麼蠢 跟他合作很危險 其實波利維亞亦都說 這個總統亦都說了波利維亞獨立的 艱辛 之後亦都說到 南美洲內陸國家 現在的 國際地位 和一些國際形勢 現在要實現第二次獨立 第二次獨立是什麼呢 之後呢 不再 依靠 北方的國家 北方就是 北美 墨西哥都是北方國家 我相信他是指這個美國 因為這個波利維亞 都很直接的 他說明 我們要小心 美國來搶資源 他說明的 這個也挺老實 當然波利維亞當然是有這樣的抵運 他就有這樣的抵運 他應該這麼說 他最厲害的 梯、烏、鐵、鐵、石、銀、薪 這些 都是 全球 儲存在前衛 而且擁有南美第二代的天然氣鐵 名符企 資源大國 但是 他就說之前受到 地理位置和政權更疊 還有技術落後等等的製造 即使波利維亞要得天督後的優勢 仍然是南美洲最貧困的國家之一 看到他們的總統的樣子 你會發覺秘魯和 波利維亞 即他們印加人 其實樣子有點像 其實很多 沒有記錯的話 很多學者也說他們都是蒙古利亞總人 OK 當然還需要一些證據 你看到以前 烏拉圭有位很出名踢球的 這個 人士就叫做 列高巴 他就被稱為中國人 一個樣子是說他像中國人 他們說是不是很像 我就覺得不是 好像亞裔 好像亞裔 他的名字是Alcino 好像沒有記錯是Alcino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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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